大家好,我是Peter,我们继续来讲这几个method,怎么去实现 我们下面要讲的就是这个equals equals非常简单,就是说两个是进去比较,它们的每个character都要相等 首先我们来写这个两个array 这个叫array1等于first.to.array 这一个小小的地方要考虑到这个两个array的长度可能不相等 两个array长度不相等我们就不用比了,那一定一定是false这两个不相等的 对吧,一定是相等的那个长度的字幅串来比,不相等的一定是不不相等的 就是一定是false的,所以呢 ifarray1到lens不等于array2到lens对吧 那么就return false,我们把各种特殊情况排掉 下面我们开始来讲了 好,那么我们先做一个boolean,我们叫is equal等于kc 以为是 true 然后我们for ng i 等于0,i 小于array1到lens lens或者lens都一样的,因为这时候lens一定是相等的 i++,那么ifarray1i等于等于array2,应该这么说吧 它不等于array2i,对吧 它们有一个字幅不相等 这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is equal设成false 这时候我们要用到break了 因为字幅算可能很长很长 可能有100万个字幅算 只要有碰到第一个不相等的 我们后面就不需要再比了 对吧 然后我们就返回,返回is equal这个变量 好 那么一开始是 true 如果说这里面的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那么这两个字幅算当然是相等的 那就是true了 这有一个发生的 第一个发生的 那么我们就把它变成false 然后用break 所以我们讲break用的可以非常常见 我们这里呢,来写一下 以后以后我们来 写一个 我们比较两个hello 都是大写的hello 这时候呢,我们再run一下 诶,这个写错了 诶,这个写错了 我们是requels 不是equels equels 好,我们写一下 如果我们把大消息给他 弄开hello 这种情况 那么呢,他就是false了 如果长度不相等 比如说 那么这当然也是false 是吧 长度不相等 就直接就排除掉了 好 这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我们下面实现一个稍微难一点的 就是ignore case 跟那个大消息无关的比较 那么前面这个代码呢 我们可以完全copy过来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我们在比较的时候呢 我们要进行一些判定 比如说啊 讲到什么叫相等 什么叫不相等 大写a跟小写 应该是相等的 所以说我们要分两种情况 讨论一种是属于letter 所以我们另外写一个method 叫static Boolean is letter is letter 我们放一个 卡进去 那么我们就有条件了 比如说 c大于等于小a and then c 小于等于小c 一个条件 对吧 或者呢 c大于等于大a and then c 小一等于大c 那么整个这个情况 一起扩起来 一起扩起来 用all分成两块 其实我们不用 也无所谓 因为我们知道 and的优先级要大于all 但是我讲过 我建议大家呢 用这个括号 这样看得清楚 这个all的两头呢 是这个括号扩起来的 两个是在同时满足 就是属于小a到小t之间 就是大a到大g之间 那么 那么 return to else return forse 好 那么很多人会这么写 那么这个 写起来当时没有问题的 判断是不是一个letter 但是呢 这不是最好的写法 因为我们这个条件本身呢 已经是 to跟forse if里面一定是 to跟forse 对吧 我们得相当于 if to return to if force return force 就相当于这样的 这种写法呢 是效率不高的啊 或者是不美观的 那么正好 写法应该是直接累认了 把中间的条件 靠比过来 直接累成条件就完事了啊 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写法啊 那么这个写法是比较漂亮的 就是一行的话写完 好 我们这里呢 开始呢 翻译一下 if is letter 这个 array e i 而且呢 is letter array 这么说 array 2i 两个都是letter 我们再来比较啊 这么写吧 出口号数多了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 有letter的情况下呢 我们来判断啊 那么else的情况呢 就是它至少有一个不是letter 我们就用这个条件就行了 我们先把这个想 现在首先呢 两种判断 首先的判断 这两个 array 1i 和array 2i 它都是letter 都是letter 我们一种比较方法 如果他们中 至少有一个不是letter 得直接判断 他们是不是相当 如果他们不相等 就是 以后的forse 然后就break 对吧 然后这种情况呢 应该是这么说的 if array 1i 不等于array 2i 这种情况 或者呢 我们用一个函数 就是两个相减的 如果大小写 如果大小写之间呢 比如小a 所以大a之间 差多少呢 差32 或者20 我们用一个函数 叫abs 因为我们不知道 谁大谁小嘛 大写谁小写 我们不知道 array i array 1i -array 2i 他们呢 是不等于32 这种情况 我们呢 is equal 等于forse 然后break 我们要好好解释一下 首先我们逻辑上 我们先分清楚 这个是属于letter的情况 至少有一个不是letter的情况 有一个不是letter的情况 我们就常规比较就行了 如果不是letter的情况呢 我们就要 首先是常规比较这种情况 它不相等 或者呢 他们相减的也不相等 我想想 哦 不应该是不破的 这个关系 最好应该是and的关系 就是不相等 他们本身不相等 而且呢 他们距离呢 也不超过32 不就超过32 就说明他们不是大小写关系 比如小a和大h 那当然是不相等的 那么他们呢 他们的距离呢 Mess到ABS Mess是一个那个Java的library 那么这是可以拿在用的 这点ABS就是absload value 另外一个不等于332 怎么写 好 我们有了这个呢 我们把这个一核是一个no case 然后拿上去 我们这时候呢 用大写hello跟小写hello呢 我们去比较一下 应该是true的 这是不多的一行吗 58行 58行也飞起来说这个 哦 这里下了一个口号 然后一直来说这个 这是这个 这是求的 对吧 啊 那么 都是大写 那当然也没关系 就是大小写 我们给大家区分好了 就是不分大小写的相等 这个代码呢 这个逻辑呢 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是怎么回事 好 那么这个呢 是属于eqs和eqsignore case 那么 下面呢 是isparindium isparindium的话呢 是讲它是不是对称的 这跟我们reverse方法很像 啊 我们把reverse的那个代码给烤过来 那个是reverse 我们做过一个reverse 对吧 把reverse代码烤过来 啊 啊 然后我们设一个这个booling booling 啊 就是 is 啊 这个最好我们取的名字跟mess的名字不一样 其实一样的mess的名字 变量的名字跟mess的名字一样也没关系 但是我们最好比较一样 啊 啊 is symmetric 等于 2 我们还是这样的 然后呢 比较比较 这样我们不能交换 我们只是对 if array i 它不等于array 啊 n-i-1 对吧 这时候呢 我们的 啊 is symmetric 就等于forse了 对吧 我们就返回这个 is symmetric 啊 这就行了 这是is parallengeum isparallengeum的话我们来看一看啊 is parallengeum 我们 随便举一个比如说aba aba 啊 那么它就是一个对称的 应该是tool了 我们来执行一下 tool 对吧 如果说 啊 ab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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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是对称的 真的也是tool 啊 我们再讲 abbac 啊 比如说cfc 那就是forse了 对吧 就forse 所以这个呢 expiration 跟reverse很像 只不过我们不要去reverse 我们只是要判断一下 它是不是相等啊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 我们下次呢正常把后面这些呢 给做完啊 谢谢大家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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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